美國總統拜登28號宣布 對台提供3.45億美元 折合新台幣108億軍事援助 也是第一次使用 總統撥款權方式軍援 以具體行動挺台 並維護印太地區穩定 國防部也聲明 感謝美方對台堅定安全承諾 將持續就安全議題 緊密合作 至於援助內容 給予台美默契不予評論 不過軍事專家就分析 美國原台武器 可能以精準打擊類型為主 比如說吃針飛彈 或標槍飛彈等等 每場次的漢空演習 美軍顧問團其實都會派遣 相關的一些專家來談到說 我們在漢空演習中有一些缺失 然後趕快做相關的行政部門 理解行政部門 美國對台軍援強化台灣庫存 極佔力 而副總統賴清德 也將在八月中旬訪問 巴拉圭時順道過境美國 對成績這個蔡英文 是個堅持一個路線 那另外他也提出所謂的 四大資助的說法 也獲得美方多次的一個肯定 美國對賴清德之間沒有依賴 只有信賴 美國積極的表態下 還有人懷疑的話 能說裝睡的人永遠叫不清 拜登對台軍援如其拍板通過 不只讓以美論 依賴聲浪無所遁形 提升台灣自我防衛能力 更是台美雙方達成的高度共識 三十里維修後才有台北什麼的